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坏的食品,已经过期的食品,或者是发霉长毛的食品 可不可以用来制制有机肥 还有一些肉类,鱼类,或者是我们吃饭剩下的一些食品 它们已经发酸发坏了,长毛了 它们可不可以用来制制有机肥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最好不要用来制制有机肥 那么从图像我们可以看到 我家的这个水池旁边有一个container,有个大瓶子 然后它们呢,我们任何的食品,或者下脚料 或者厨房的剩菜,剩饭,肉类,鱼类,全部放进去 我们收集起来,我们进行制制有机肥 我们有几个有关厨余制制有机肥的视频 那么我会把它放在说明当中 并且放在留言部分 欢迎大家浏览并参加讨论 那么首先我们想谈论过期的发霉发酸的食品 可不可以直接放进肥料桶里边 进行制制有机肥 回答是完全可以 为什么 那么在西方呢,有一句老话 If it came from the soil, give it back to the soil 意思是来自于土壤的东西 我们送回土壤 那么从食物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 我们从土地里边生长出来的各种食物 然后我们买进到家里边 然后制作我们人类去消费这个制作好的这一段食品 然后消费完以后,制好以后 我们剩下的,我们或者是去掉的一部分东西呢 他们就开始和空气当中的微生物细菌 那么进行分解 就参加了这样一个分解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就开始变酸 变得就是和微生物开始腐烂的这样一个过程 变酸,然后长毛 然后呢,它就开始变坏了 然后逐渐地把它分解成植物所可以吸收的一种营养成分 然后它在,我们再把它放进地里边以后 然后它在地里边呢 又开始被植物吸收 然后又长出来新的果实 所以大家不要一看见发酸了 发毛了 人类不能消费了 就以为植物不可以消费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那么它正是准备下一段植物吸收的这么一个分解的过程的一部分 也不要一听说细菌参与分解过程 但是非常需要 其实呢,这个有机的成分最早的形成就是从动物的各种尸体当中获得出来的一部分 获得出来的一部分营养 当然完全我们这个鱼肉类 当然我们可以用来制作有机肥 那么唯一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它会产生一些味道 或者这个会吸引一些小动物 如果你把它封闭起来的话 它就不会吸引这些动物来过来搞破坏 或者是拔你的这些地成分 当然它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这个发酵和消毒的过程 才能分解这些有机物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东西最好不要放进去制作有机肥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些pets 比如说狗呀毛呀这些的这个宠物产生的粪便 最好不要用于制作有机肥 因为现在的这些宠物所吃的这些食品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动物吃的食品了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人工的因素加进去的一些东西 所以很多不是有机的东西放进去 这些动物的产生的粪便往往带有一些菌 超级细菌之一类的东西 那么这些细菌 比如说大肠杆菌呀 这些一类的东西 它往往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 比如说人的粪便 那么以前的这个历史上 人们就是用人的粪便去做肥料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人的粪便呢 基本上是比较有机的 那么现在呢 人类吃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人造的这种东西进去 或者是一些很超级的细菌 那么大肠杆菌呀 这些东西 它会在离溜在排泄物当中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很容易去污染你的这个土地 而这些菌呢 逐渐的带进我们的食品 所以说呢 人类的粪便是最好不要用来制作有机肥 所以说呢 一句话就是动物和人类 这个排泄物 含有一些细菌 或者是超级细菌 在人体内可以生存的 这些细菌 超级细菌 所以说最好不要用于做有机肥 另外就是我们在堆肥的过程当中 那么它有一个消毒的过程 就是它们堆在一起以后 它们会产生一些热量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肥料没有被充分的消毒 因为它堆肥 当中间的这些氮气 它们会产生一些热量 而进行消毒 自然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